歌手林志炫日前到中國開場 信大批粉絲到場支持 不料演出的尾聲卻發生了一個小意外 當天表演結束時 為了向歌迷們表達感謝 林志炫興奮的從舞台的左側跑到右側 對著台下的觀眾取公 不料她從右側舞台準備跑到左側時 疑似被自己的庫管半倒 整個人撲倒在地 嚇著現場觀眾尖叫出聲 所以又離她最近的樂手 趕緊將她攢扶起來 林志炫也很快就起身 不過她掉了一隻鞋子 於是乾脆將鞋子拎在手上 繼續跑到另一側的舞台 演出結束後 林志炫在微博發文 強調自己並沒有大礙 歌迷們就才放心下來 笑稱雖然很心疼她跌倒 但林志炫在舞台上拿著鞋子 一邊小跑步一邊揮手的畫面 實在是太可愛了 那麼好 很難忘了 旁邊帶上盡車 請見到家靈梅 第四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